日本作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,一旦完之地在战后迅速发展,进出口贸易。工业基础、教育理念都是世界一流。虽说这与美国当年的大力支持分不开,但日本能源匮乏、地震灾害众多,却仍能完成综合国力的崛起。 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,当年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动侵华战争,对中国造成了沉痛的打击,这一点我们永远无法原谅。但在当时,日本就能在陆地上侵略中国,立抗苏联,在太平洋战场上更是和美国叫板,虽说最后的失败不可避免,但这又是否需要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持呢? 现在中国,经历了和平发展时期的历经图治,终于造出了094核潜艇、东风41导弹、022导弹艇等先进武器,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巨大提升,但我们却还不是发达国家,在很多领域,我们与日本还有着巨大差距。 在教育上,日本主张学以致用,不仅把唐朝的先进文化学得淋漓尽致,有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都让日本学了去,因此现在的日本大都很有素养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